去年八月新竹一名月姓男子 因为和已婚的妇人搞暧昧 结果被妇人的丈夫给活活打死 当时月姓男子的父母下跪哀求 王姓嫌犯却不为所动 不过如今法院判决 却认为嫌犯没有杀人 故意是伤害致死 刑期差别很大 被害人的父母无法接受 要提出上诉 抱着儿子的遗物 被害人的母亲气不成声 想到儿子在家门口被活活打死 如今法官判的却是伤害致死 而不是杀人罪完全无法接受 去年八月被害人和已婚妇人 大搞暧昧 示爱的讯息传个不停 被妇人丈夫发现 前往被害人住处理论 还动手打人 虽然被害人父母下跪求情 但一群人杀红了眼 拳打脚踢直到被害人倒地不起 是尸首打死还是故意的 因为杀人罪和伤害致死的刑期差很大 被害人父母不服气 认为嫌犯出手致命是预谋杀人 要再提起上诉 为儿子讨回公道